1.新出80超减益4伤害戒指 大明湖服务器新出一个80超级减益戒指 上牌和下牌一起同时出现了4个伤害 只可惜下牌的两个伤害前面多了法术两个字 浩主与叶报复直接擦肩而过 2.玩家统计门派闯关高授掘种类 近日有蓝亭式的玩家专门统计了门派闯关的授掘种类 据说一共有150本 整体来看值钱的高授掘还是挺多的 3.145级别男衣服出炉 水泊梁山服务器新出145级别男衣服 防御231点 利敏双加了42点 容炼空间非常大 恭喜这位狗托喜庭年终奖 4.130项链出零284点 近日有玩家和一位175级的龙卷大堂交流 居然发现他带着一条130级的超级神链 初始灵力达到了惊人的284点 从打造者的名字来看 极有可能是U5时代名秀员的福战化生 5.山哥鉴定一大波160装备 一直以来珍宝格山哥都非常喜欢鉴定装备 并且出了很多顶级的无级别特技装备 近日他鉴定了一大波160装备 结果出了一条属性全爆的愤怒腰带 和一条精致封印的腰带 这三行蓝字如果出现在一条腰带上的话 那就真的是无敌了